大家好 我是廖伯 现场这场子稍微有点冷啊 但是没关系 我是一名街舞赛事主持人 所以现场的所有观众 以及我们晋级了 还没有晋级的各位选手们 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更加精彩表演的话 再给我来一点尖叫声吧 尖叫声啊 好酸 这太专业了 现在三更学习第一名 OK啊 但可能是我的一个职业习惯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 下面刚才有几个小姐姐指导啊 就是我原来是一名职业街舞舞者 那时候下面还有人喊要跳舞 可是这是脱口秀的舞台啊 跳舞这件事会不会太过分了呀 太说了 真的会有人想要看 跳舞吗 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街舞这几年发展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在我学的那个时候呢 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好 我学舞的时候大概十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学街舞啊 老师真的就在街上找 我们那时候找到的启蒙老师 我跟他学了半年的popping 他才知道他教的是larking 那后来我们找到一位当地的名师 那跳的真的叫一个好啊 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 除了上课 其实没有像现在很多视频网站上 有很多街舞资料 我们就会去看什么呢 我们就会去看MJ的演唱会的视频 别人都看MJ唱歌 我们都看后面的伴舞 因为我们太想要去给他伴舞了 我们觉得那个才是艺术家 我们边看还会边聊说 你说MJ的伴舞 给他伴一支舞多少钱啊 那怎么不得五百块 五百块一支舞 五百块一个动作吧 那时候我一琢磨 五百块一个动作 五百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两千五 三千 那点钱不得赚光了呀 可是这个时候啊 被我老师听到了 他直接走到我们后面 你们在讨论什么 我老师有点大舌头啊 他说你们在干什么 这是艺术 懂吗 街舞 我们这样的人 不能用钱横量着 artist 我当时一听 我的天 热血沸腾 想着一定要好好练习 有一天 自己也能变成艺术家 后来呢 这个机会来了 我老师把我叫到一旁 跟我说 廖伯 明天跟我去一个酒吧 个人读舞 给你一个机会 那一天晚上呢 我很激动没睡着 第二天到酒吧 我知道 老师为什么让我读舞了 因为那个舞台呢 真的就只有两闸宽 让我们站在吧台上跳 我当时一下就跳上去了 然后呢 就随着音乐 走着我的舞步 最后要结尾的时候 刚刚要鞠躬 下面有个大哥喝醉了 小伙子 来 跳挺不错 敬一杯 我当时愣住了 然后抢过这个酒杯 哗就撒在他身上了 我问他说 你打断了我的艺术 那时候现场比这个 还要安静一点 然后呢 大哥的小弟就过来了 下来 帮我带到一个卡座上 大哥那个时候呢 就坐在卡座上说 没关系小伙子 我欣赏你对艺术的态度 来 一万 两万 三万 四万 五万 推到我面前跟我说 我打听过了 这是你演出费的一百倍 你再给我跳一次 如果你跳得够好 这个就当打断你的艺术 如果你跳得不好嘛 没关系 这个就当陪打断你的腿 我就吓傻了 我说 我怎么办 我挨揍了 那时候我从后面听到一个声音 放过那个孩子 哦 两眼弄了 打平了 同胞男危险 我觉得同胞男危险 我的老师站在我的身后 那时候我听到我老师的声音 我哇的一下 我就哭了出来 我老师过来 把我搂住 要不 他比较矮啊 走 回家吃 不要回头 让老师来承受这一切 我一转头说 老师 那你 走 我当时就跑出去了 往后跑的时候 我站在酒家门口 我说 不行 我不能让我老师承受这些 这是我犯的错 我要回去救他 我鼓起勇气跑进去 那个画面让我愣住了 大哥在拍手 老师在solo 我的老师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那么开心 而且他边跳 嘴里感觉好像还在说 五百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两千五 三千 五千 有点闲了 后来我 我再也没有见过我这位老师了 但是听说那一夜之后呢 他的生活质量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这就是我们当年学舞的经历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而随着街舞的发展 现在呢 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了 不会再遇到自己都不知道教什么的老师 也不会在演出的时候遇到 跳到一半要给你敬酒的大哥 可能也再也遇不到 只学了一节课 就想要一辈子做职业街舞的人 谢谢大家 我是廖伯 谢谢 很好的 一个街舞演员很好很好 谢谢外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朋友们 第八期了 现在一共剩下16个特色演员 就我 只有我 没有上过这个破天花板 这季我跟豆豆都没有见过 这哥们今天都没来你发现了吗 我跟你说 他七七在楼上 我七七在楼下守望 合着只有我在混underground 我太想坐这个破天梯了 男生就很多时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点 你们可能都不理解 比如说男生觉得有时候留胡子特别帅 有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 比如说今天我刮个胡子 我跟自己说 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帅哥 有的时候忘刮胡子出门 我说小北今天你要做一个男人 然后比如说男生觉得剃寸头也特别帅 你朋友圈肯定会见到一个男生 剃寸头的时候会拍个视频 就在朋友圈这样 有有有 我觉得他这些人就是被电影里骗了 男主角这样剃寸头的时候 那种坚毅的眼神就感觉 哦这个角色可能要干什么大事了 但你朋友圈那个男生这么剃寸头的时候 你觉得这哥们是不是要出家了呀 还有一个男生觉得很帅的点 就是练得非常壮 我在想一个男生 集合这三大优点会变成什么样子 刘胡子 寸头 特别壮 我说这不就是鲁志申吗 莫名其妙 而且男生还有很多觉得 小时候觉得很帅的点 比如说你觉得摁关节特别帅 你小时候肯定见个男生 摁关节天天这样 天天又这样你知道吗 他也不管那个东西疼不疼 你知道他就摁得特别响 全身响 他跟个行走的阿卡贝拉一样 你到了三十岁就知道 你根本就不用摁 你身上的关节就会响着 而且你都不想让别人发现 你都宫位了一起来 咋了 没事 我在打 男生有时候嫉妒心也特别强 像我们这种演出 经常会有情侣来看 每次看到那些情侣 我都很尴尬 尤其是女生特别热情的时候 每次女生就 哎 小北 然后看你旁边的男的就这样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哎 小北我们拍个照片吧 我说啊 行 然后那个男生垮个脸在这 然后女生还一直挑毛病 说你这拍得不好 你再拍再拍再拍 你知道来来回拍了好几遍 越拍她的男朋友 眉头皱得越紧 我就感觉差不多得了 再拍就不是合照了 那是遗照 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一切 你知道 因为第一点 作为一个男生 我非常理解她男朋友 第二点 她男朋友长得真的很像鲁之身 然后那个男生拍完照之后 就在这儿 弄得我贼紧张 你知道 我现在还是挺羡慕 这些情侣刚毕业之后 年纪轻轻 可以看一些脱口秀什么的 我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钱 然后工资特别低 你知道 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请女生吃一次饭 然后有一次 这个女生对我印象特别好 她说 小北过两天要不要看个电影啊 我说 要不下个月吧 我觉得进展不要太快 女生还跟我说 她说没想到小北你还挺羞涩 我心想这是我羞涩吗 这不是我囊中羞涩吗 而且我现在也不太会跟女生聊天 有人说小北你怎么可能不会跟女生聊天 那个特选演员 大家看我第一期的表现了吗 别说跟女生聊天了 我现在说话都有点费劲 然后现在看很多就是 那个怎么社交的方式啊 社交技巧 现在特别流行一种聊天方式 叫推拉 你们知道吗 给你们科普一下 你们有本记一下啊 就说先怼一句 再夸一句 比如说对方问 你想我了吗 你先说没想 推他一下 然后再说没办法不想 再给他拉回来 非常厉害 有一天有个女孩跟我说 她小北你在干嘛 我说干你毛事啊 她没等我拉呢 她说小北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 推我是吧 我让你几手 你知道吧 然后她那天推了我十几下 给我推了点鸡眼了 我说你是不是没学明白啊 然后她又开始推我爸妈 我都不敢再聊了 再聊我怕她推我全家 我对着着急了 我说你该拉我了 你该拉我了 你知道这时候 她才反应过来 给我拉黑了 我觉得现在网上 给爱情出主意的人太多了 不光教你怎么就是聊天啊 还分手一会给人出主意 你知道吧 你知道某伴上有一个 劝分小组有36万人 那个组里面不仅人多 说话还都特别难听 你知道吧 比如有个人问 我这感情问题怎么办 底下留言都说 哎呀不分手留着过年呢 叹为观止 菩萨你好 真是狗改不了知识 看了半天只有一个人 劝别分手 理由是别分手了 不然还得祸害别人 我就感觉这个组里面啊 没有人相信 无缘无故的爱 只有人相信 无缘无故的恨 没有感情 经得起那种 劝分小组的考验 比如一个人留言 说哎呀 我对我家里人 不接受我男朋友 一年只让我们见一面 该不该分手啊 你乍一听 是不是也觉得 这段爱情有点问题 然后你看谁提的问 你跟ID写着 爱牛郎的织女 还有许仙和白娘子 比如白娘子 在某伴留言 说哎呀 我老公逼我喝熊黄酒 该不该分手啊 底下评论 赶紧分吧 你跟你老公啊 就不是一类人 最后呢 我还是觉得 大家想恋爱的话 还要精神精力啊 勇敢一点 多一点真诚 少一点套路 尽量不要用别人的经验啊 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推腿拉拉啊 我讲这些啊 我小北谢谢 我就是挺意想不到的吧 自己居然 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和创作力在啊 我对自己都很佩服 只能说小北 牛 拜 那你有信心晋级吗 我觉得应该晋不了级 那么对 肯定 也没有说一点 侥幸心理都没有了 还是有一点侥幸心理 能晋级了 这样吧 正常讲嘛 给大家开个 暖暖乎乎的小场子 然后让大家好好讲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 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吧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 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吧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 退网 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吧 你还记得以前网吧 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吧的时候 就是我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 小北 带你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 然后一到那发现 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 是吧 他说小北 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 那天我出网吧 是用狮毛巾捂住口鼻 弯腰虫大门掏声的 你知道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 还经常去网吧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 突然那个大哥就 跟我借书 我说你看吧 网吧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 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吧好几个人吃泡面 书有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 书到用时方很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 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 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 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我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 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吗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 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你知道我不是说 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 缺心眼吧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无理取闹的 那帮踢足球的人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插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炒的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炒坪吗 谁花钱就让谁玩 那炒坪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炒坪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还给史克朗 这个小亚运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 都是住手 都不要再打了 我说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 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 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跟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零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 对不起嘛 鹰鹰鹰 我们女生可能不知道啊 鹰鹰鹰鹰这三个字 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略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 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开得很有奈斯啊 非常好的开场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太棒了 自己骂自己 这条实在太管用了 三二一块拍呀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理发师特别爱劝别人烫头发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很听劝 其实刚开始烫完这个头发 我还挺满意的 有一个瞬间 我就发现这个事 有点不对劲了 我发现理发师烫完头之后 他不敢跟我对视了 对对对我也知道 是到结账的时候 我就确定了这件事 我问他 我说今天烫头发多少钱 他说小北 今天烫头发的钱 就不管你要了哈 我说这么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说这样吧 我也不太好意思白烫头 那个我帮你发个微博 宣传一下吧 他说小北 开个价吧 我跟你说 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听劝 但是对于消费这个事 真的是听人劝被人骗 我奶奶最近跟我聊天 说孙子 我买了个老花镜 这老花镜啊 老花钱了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这个老花镜 花了我两万 我说什么奶奶 这个老花镜是能看到我爷爷的私房钱吗 然后我就说这个眼镜好用嘛 他说这个眼镜非常好用 正常看的时候啊 是没有度数的 越往下看啊 度数越高 我说奶奶 这个老花镜好是好 是不是显得这个人有点太傲慢了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奶奶都这样 我看看哪个孙子来了 所以现在导致我 特别提防这种消费陷阱 每次这个客户 给我订那种星期酒店的时候 我都小心翼翼的 一开始住那种星期酒店啊 特别的不适应 真的非常不适应 一般都会有个门童 帮你开车门嘛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那门童特别热情 帮我开车门 当初弄得我都紧张 我赶紧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吧 那个车里面另外三个人不出来 这是顺风车 非常热情 帮你拿箱子拎包什么的 然后弄得我都特别紧张 有点局促 我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说出一句 我说你们这平常给小费吗 他说有给的 我说那我不给的 而且每次住这种酒店的时候 客户给你订酒店的时候 都会喊早餐 我以前不吃早餐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以为 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 有我就一定要吃 有一天我熬一熬到五点 看了一下表 六点半就开餐了 我咬咬牙 去吃了顿早饭 那一天过得怎么说呢 就是又撑又困 而且我平常吃那种 早饭从来不注重什么营养平衡 但是吃那种自助早餐的时候 我觉得每样我都要吃一点 光喝的我就要点三杯 我要点一杯橙汁 点一杯牛奶 点一杯咖啡 喝不动了还得劝自己 小北 养鱼呢 每次都会吃巨多 有一次的给我吃短片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服务员跟我说 先生你住哪个房间 我们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你等会儿 再给我拿两杯酸奶 而这种酒店 有很多那种消费陷阱 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 吃外卖的时候 吃着吃着特别想喝可乐 就那种等不了的想喝 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 就是房间冰箱里有一个可乐 然后打开着喝 感觉特别好喝 喝着喝着我就发现不对劲 我发现可乐罐后面 贴了个48的标签 我当时想 什么可乐这么贵啊 48年的可乐吗 当时那个饭 我对着吃不进去了 赶紧把衣服穿上 准备去楼下超市 买罐新的可乐补进去 及时之损 我真的是低估了 酒店的消费能力 同时也低估了 他们的执行力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 有一罐崭新的可乐 当时我就完了 被发现了 然后手里边拿着 那个三块的可乐 也喝不进去了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然后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退房 他说先生 您昨天消费的新可乐 是48元 我说是这样啊 昨天我买了罐新的可乐 然后放了进去 然后我们俩又沉默了 显然他没有处理过 这种情况 当时我心中还有一次窃喜 我说将军 然后沉默了十秒之后 然后前台跟我说 哎呀这样吧先生 那个我们还是照常 收您48元 然后呢我们再退您三块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消费陷阱 真的是太多了啊 搞得我们现在 消费者很被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 掌握主动权 然后不能等骗子来骗我们 要主动骗自己 要跟自己说吃亏是福 我以前怀疑过这句话 我说吃亏是福呢 不吃亏是什么呢 现在我有答案了 不吃亏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小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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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真热情啊 这个还记不记得 我去年在节目里 说了飞盘 记得吧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玩飞盘 只有我在家隔离 也玩不上 给我惦记的 给我急的 有一次在家 急的我直腰尾巴 我说我想玩 我想玩 我想玩 太想玩了 你知道 在家隔离 我每天的生活 也非常单一 就是做饭 洗碗 收拾菜 收拾厨房 外地朋友 跟我开玩笑 说小北 你怎么在家里 听天跟个家庭主妇一样啊 问你这是什么话 我就一个人住 我这是家庭寡妇 说实话 刚开始隔离的时候 我还有点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隔离过 那时候准备了五天的方便面 面包 各种零食 那五天过得怎么说呢 有点像坐火车硬卧 第六天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了 我说这个火车到站了 怎么还不能下车呢 然后当时东西都吃完了 还好后来发了物资 但是我不做饭 我家里连盐都没有 当时给我急坏了 都给我急哭了 当眼泪划过嘴角的时候 我说 这不有盐了吗 趁着眼泪没干 赶紧把菜就给吃了 然后开始能买些调料之后呢 然后自己兴致勃勃 给自己做的牛肉 第二天拉了一天肚子 当时我都蒙了 我说这个坊间传闻 不是在家做饭比较卫生吗 其实当时牛肉出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牛肉有点硬做的 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在出锅的时候 炒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锅里面 听到了滴滴滴滚滂 然后疫情一结束 然后外地的朋友就特别热情 说小北 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露营 改善一下生活 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嚣 我遇到一个营地 看到无恙无恙 全是人 全是帐篷 我说 这也太喧嚣了吧 感觉那都不是个营地 感觉吧 那个是个部落 当时我都有点恍惚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辫 扎脏辫子 我说刚才那个扎脏辫的 不会是我们酋长吧 都给淹了 行吧 然后 我什么时候发现 有点像部落的 就是当时我特别 想上卫生间 找了好久的找 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问旁边人 我说这个卫生间在哪 旁边的人都非常疑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 好行看看 还一直在吃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遍地都是 又淹了一个梗 晚上到了饭点 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 他特别兴奋 他说咱们今天吃了方便面和牛肉 我当时听着锅里面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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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我想我来这干啥了 我来这一苦思苦呢 好神奇的表演 受不了了 调整一下情绪 然后野外的虫子也非常多 真的非常多 尤其是晚上一开灯的时候 你就发现全是蚊子 虫子都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都不敢说话 我怕我一说话就杀生 我怕我说出话就吃一个 你知道吗 有意思 然后最烦的就是晚上在帐篷里睡睡袋 睡袋我觉得太难受了 你们都知道睡袋包裹性非常强 就把你全身都包裹住了 就只剩一个脸 当时我跟我朋友在帐篷里 特别像两个剧情的蝉蛹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 保暖是保暖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假如那个帐篷里突然进了一个人 拿进帐篷里面偷你东西 你就很局促你知道吧 当时偷完东西之后 你就在那儿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你赶快等我十分钟 等我 特检成蝶 偷东西都还好 我就怕他偷人 非常的尴尬 突然进来之后把我扛走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侍寝的妃子 旁边还有个尖尖的声音说 北娘娘今天试寝了 回来之后啊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好 越来越繁足了 真的你想一下 露营 攀岩 钓鱼 而且还有花钱繁足 我在想过两年 会不会有的公司会团建 出外扎寨 采摘 打猎 爬树 然后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人乐 然后吐槽这么多啊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就是感觉 这个露营虽然吃得煞 住得也不舒服 但起码那里没有疫情 还有一帮在篝火旁边 转圈的好朋友 我今天讲这些 谢谢大家 我小北谢谢 小北 这个就是羞丧羞丧你的面皮 你今天吃的蛾丝 几个自己 口无是说好笑 口无是说好笑 厉害厉害厉害 四手五出应该没有吧 但是我最喜欢 就是你崩溃了的那一段 自个儿急着扑了鹅子 蛮急着 我那会儿特别想拍 但我怕我拍的 你就彻底换套了 特别大意思 我好久没有嘴这么笨过了 咋了你 我好几个月 没怎么说过话了 然后 这个就新可言 我见到这么多人 我都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有点设恐 但崩溃那段我最喜欢 就是还挺 你实在挺可爱的 但我们迅姐还是坚持住 没被她诱惑 不能让她这么混过去 确实今天还是有点宽 对 因为我看过她之前的嘛 对 所以是 没能画脱口秀嘛 现在就是不会说话脱口秀 应该是 但想象力真丰富 她能想象到自己露营的时候 是像个简泳子 这个感觉 真的太形象了 也没少吃 小百这几个月啊 是会有点太惨了 刚才她说那个 定当当的牛肉啊 这什么家伙才能说得了呢 是不是 你一定要搭配的是 云南白药口腔 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 粘膜损伤 朋友们过来玩过来开心吗 最近 大家好 我叫豆豆啊 我最近很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改掉了一些坏习惯 我已经不在坐地铁的时候 玩手机了 因为我觉得站着玩手机很累 也很伤颈椎 我现在喜欢在坐地铁的时候 做一些别的事 看别人玩手机 有一次一个大哥 早高峰很挤啊 在我的边上 用手机看美剧 我就跟着一起看 但是他是戴着耳机看的 我听不清 观感体验很差 我就贴着他 然后这个时候 谢尔多说了一句话 挺好笑的 我就笑了出来 大哥就回头看了我 很生气的样子 我说咋了大哥 你没有听懂吗 大哥说我听懂了 我说那你不笑 他应该听懂了 前段时间有个剧很火 叫《隐秘的角落》 所有人都在看 我也在看 但是我是那种追剧很慢的人 大家都看完了 我才看到一半左右 我就发现我身边有一些人 他追剧很快 他就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有一天也是 我在吃饭 拿手机看这个剧 一个同事走过来 拍了拍我 哎呀 逗逗啊 你才看到这儿啊 我都看完了呀 哎 你是不是不知道 最后张东升怎么样啊 那我不跟你说了 你到时候说我剧透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剧他看完的 就像他拍完的一样 它只是一个 时间跨度的问题 对不对 我只是完成的 比较慢了一些 我迟早也是要看完的 而且我觉得 这帮人 他们只在追剧 这一件事情上 对时间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感觉身边 从来没有那些 比我年长的朋友 会跑过来都跟我说 逗逗啊 你才24啊 我都48了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最后没有嫁出去 没有这样的人 你只要停 让大家为了 有时间思考 前段时间 我一直在 追一个综艺 叫《动物世界》 我把它当综艺看 很好看 因为我原来以为 它只是关于 动物的纪录片 其实不是的 里面有个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旁白 这个旁白很厉害 会给每一只 出场的小动物 都串上一条故事线 来吸引你 继续地看进去 首先它会给 大家都先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 这只年仅三个月大的 肯尼亚狮 叫Kevin 旁边的这一位 是他的母亲 詹姆斯·琳达 也是整个族群的掌门人 今天将会是Kevin 第一次参与 族群的狩猎活动 他们的目标 是这一只 雌性的非洲鹿 Amanda 这也将会是Kevin 第一次淋冽到 非洲大草原上 亘古不变的道理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接下来整个45分钟 詹姆斯家族 都在那里发呆 Amanda就在边上吃草 Amanda心里都等着急了呀 不是说好像吃我的吗 怎么还不来 谈前祷告吗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整个画面 相对来说 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一群正在发呆的狮子 和一只正在吃草的非洲鹿 但是穿上旁白 你就想要继续看下去 而且但凡狮群 有一丝丝的风吹草动 比如说一只狮子 突然站了起来 旁白又起了 Amanda俨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 向她靠近 这个时候Amanda会来个这个 和我们这个段子 我最多演到三十岁 往后演身体会出一些问题的 Amanda在被吃了之后 极大的激发出了 凯文对于捕猎的兴趣 八个月之后 她已经成为了 詹姆斯家族的捕猎好手 今天他们在大迁徙的途中 遇见了一只 烙单的水牛 帕巴里阿布拉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道水牛 就是正儿八经的非洲名字 帕巴里阿布拉卡 阿布拉卡站在河边喝水 她俨然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 向她靠近 凯文从右侧方靠了过去 所有的同伴都读懂了凯文 充满杀气的眼神 刹那之间捕猎开始 这个时候就会 有一段扣人心弦的 非洲古乐 伴随着那段旁白 继续推进了故事的进行 哇 现在都要比这个了吗 哇 她跟王兵 果然是属于一组 国宰多 国宰真的很危险 阿布拉卡嗅到了一丝危险 她开始拼了命地狂奔 殊不知 自己跑进了詹姆斯家族 设下的严密包围圈 但阿布拉卡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她的眼里只有一件事 生存 直接这时 凯文一个箭步扑了上去 每次到这的时候你就知道 整个片子最紧张的时刻来了 我在电视前已经这样了 但是明明到这的时候 画面里就会跳出来一个小老头儿 一个小老太太在那儿跳舞 今年爸妈不稍里呀 不稍里呀 不稍里 这个段子我可以演到七十岁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我是杨丽 对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 我真的是不懂 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 选出一个 我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你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 看到很多 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 想过说 我这个长相 要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她学习成绩很好 她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她就是不开心 她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她就能考40分 但是她可开心了 你感觉她拥有全世界 她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在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选择 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好 跟你在谈恋爱 人是服了 打了吗 又不是跟你谈 对 这么敏感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 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 你知道吗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 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 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 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 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 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 能有什么好人哪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 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 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 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 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 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拿你当朋友 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你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 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你有点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那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特别重要 都是智里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地 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 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你们就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好 现在家伙杨丽 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 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 能来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 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 从导演到演员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晋级了 晋完级 今年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 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 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月琴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不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到现在 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防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你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体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到王建国了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身的吗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物有国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地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连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 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 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 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别来压尔接鞋 怎么安定连是我 下来呀下来呀 牵着这手 牵着学琴的手 我给你们来一段 没有节目名称 没有卡丝名称 就是没有心里灵 纯粹的脱口秀 好不好